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联和美国签署的裁军的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呢 实际上是标志着美苏两个大国家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去一种和解的那种状态的趋势 其实呢 它跟冷战的结束 还是有一定的直接的关系的 但是呢 最近呢 这个中导条约 三十多年之前签署的条约 现在变成了个热点 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宣布说 要退出中导条约 那么使得俄罗斯方面感到非常的不满 特朗普的理由就是说 俄罗斯违反了这个条约 俄罗斯当然是不承认 那么就这个话题呢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军事专家王英飞先生 另外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 腾建军先生 今天我们谈一谈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在中导条约问题上 所产生的新的争执 会不会引起双方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或者说在欧洲大陆 又再次发生军事对峙的局面 2019年1月3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方最后通牒当中给出的时间 只剩30天了 不过俄罗斯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 来遵守中导条约 如果一切照旧 那么美国将按之前所说 退出中导条约 蓬佩奥说 如果请一方遵守条约 条约就失去了意义 美方将继续与俄方谈判 以试图说服俄罗斯继续遵守条约 1987年12月8日 美国和苏联签署中导条约 条约规定 美苏双方销毁射程在 500至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 以及射程在 1000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包括常规与核弹头的导弹 以及导弹的陆基发射器 而且以后不得试验 生产和拥有这些武器 然而近年来 俄美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条约 这个中导条约是1987年签署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 做记者的时候 其实都把它作为非常大的事件 因为就是冷战的最大的标志之一 就是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对抗 军备竞赛 那后来就是 里根和戈贝尔加夫 就是终于达成这个 并且签署了这个条约 本身实际上是双方 就是愿意和解了 愿意把这个双方的关系 把它这个实现 所谓的大和解 但是现在呢 这个中导条约 好像又不管用了 也就是说过去 这个条约所导致的这个结果 和起到作用已经是失效 那现在特朗普要威胁 要退出中导 你说俄罗斯方面会怎么样 退出估计可能是退了 因为他退了很多东西 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现在的局势 跟当时的局势 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 前苏联呢 实际上处在一种 这个由功转手的 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知道 这个79年入军阿富汗之后 实际上对于苏联的国力 这个消耗非常大 对苏军的消耗也很大 那么他开始由功转手 那美国我们看到 里根上台以后 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 这种进攻态势 包括在1983年宣布 这个行李大弹计划 把这个军备竞赛 推向外太空 所以呢 当时苏联就提出来了 就是说能不能坐下谈一谈 而这个欧洲国家 实际上是这个始作俑者 那么包括当时的西德总理 斯密特他就讲了 你们两个大国在这个大陆上 部署这种导弹 使我们天天这个 感觉头上有一个利剑 随时可以掉下来 所以呢欧洲国家呢 在其中呢 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 应该说 协商通过对话 解决所有的这种纷争 从而呢 回归 就是回归了 这个比较理性的 武器装备发展 包括当时的苏联 以及美国 你比方说 他们对这个陆基的 这种中短冲导弹 这种限制 这种使用 确实给他们 省下了很多钱 所以从总的一个背景 来看的话 在当时来说的话 那么美国也好 苏联也好 都是做了很大妥协 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来签署这样一个问题 并不是因为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爱好和平 不喜欢军备竞赛 而是他们走不下去了 再加上欧洲国家起哄 那么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 签了之后这么多年 有三十多年时间 对于美国现在来说的话 他认为 俄罗斯根本就不是自己对手了 那么跟当年那个对手比的话 俄罗斯尽管现在还有核力量 还有导弹 还有这种巨大的军工潜力 但是呢 不能跟当时的那个苏联同仁而言 所以美国呢 这么多年 也不待见这个俄罗斯 除了这个不待见之外 还要不断地蹂躏这个俄罗斯 蹂躏普京 那普京的话也在腾得多闪 实际上退约的话 我觉得2014年前后 普京 俄罗斯也提出来过 大家感觉这个 没错 没有太多意义了 而且收拾自己手脚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俄罗斯来说的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 所以干脆把它废掉吧 所以这个背景变了以后呢 现实变了以后 包括这个两国这个力量的这个此消彼长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后呢 对这样一个条约 大家感觉到可有可无了 可能这个条约其实本身已经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了 应该是这样 虽然就是这个导弹可能没有完全消除 但实际上就是完成了一些政治任务基本上 但是就是说 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它的现实影响 我觉得还是不能小觑的 因为这样一个这个条约的话 它规定了一种武器平台的 从这个两个大国的武器库当中给全部解除 消除 销毁 那么就给欧洲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红利 对对 过去的话刚才讲 希德总理斯敏特讲 你们两个在这动枪弄棒的 其他国家受害 其他国家 欧洲国家受害 所以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 当时就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叫和平红利 对 和平红利嘛 那么现在的话如果再部署的话 那欧洲国家可能受害最大的 是 欧洲国家 另外呢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 就是美国把这个陆基的中短程导弹 部署在日本 韩国 那么对中国的威胁也上来了 但实际上这个中短条约就是从那个 我记得从小布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违反了嘛 就是当时美国在东欧 罗马尼亚部署的反倒体系嘛 俄罗斯非常的不高兴 他说我要打掉 打掉你 我短程导弹就可以把你打掉 等等类似 腾老师讲的就是俄罗斯曾经也提出 要准备要退出中短条约 就是双方都是在做出这种威胁 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真的是对方违背了自己的条约本身呢 还是说这个双方自己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要军事上竞争的话 这个条约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束手束脚 其实呢 俄罗斯当时呢 要推出这个中短条约呢 其实它情报没有搞清楚 因为当时美国决策 在波兰和罗马尼亚 部署两套陆基的宗斯顿系统 这个宗斯顿系统呢 它的发射系统是马克41 其实这个发射的单元既可以发射南极导弹的那个反导导弹 也可以发射巡航导弹 因为美国阿里布克级上面的发射的那个系统 就是马克41 两套系统是一样的 只不过后来呢 美国说呢 我部署的就是反导系统 后来俄罗斯呢 就没有再强调这个东西 后来美国确实部署了这两套系统 不过波兰这套系统可能到2020年才能使用 那么西方这一次这个北约开会 提出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反对的这个声音 是认为俄罗斯违反了这个重导条约 因为呢 俄罗斯现在发展了一个叫9M729导弹系统 这个导弹系统呢 它可以有很多变种 大家知道的这个俄罗斯的900多吨的护卫舰 发射巡航导弹 口径巡航导弹 1500公里 打到了叙利亚 这个就是9M729变种过来的 变种过来的 你看它的发射距离是1500公里 还有一个就是伊斯坎达尔的陆基巡航导弹 俄罗斯说我只有500公里 没有违反中导条约 那么西方和美国就说呢 你看同样一个变种 你打到1500公里 谁能保证你 你就是500公里啊 而且呢 美国掌握了情报 一个是销毁的武器 是不是都销毁了 现在大概销毁了2000多枚吧 这个确实销毁了 包括美国的这个潘兴兴2啊 俄罗斯的SR20啊 SR232都已经销毁了 但是发展的这一块 没有受到检查 那就条约本身没有规定的好 是吧 没有规定 你就不能发展 也不能研制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 对新研制的这个机构 过去没有这种条例 是要检查去 检查就是检查 你现有的武器 销毁了就武器 我检查有没有了 对 这个有 所以呢双方 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呢 都有一个活口 包括美国在波兰 诺曼尼亚部署的两套 郑士顿的陆基的发射系统 对 它如果要改的话 那个很容易 这个把导弹改改 指挥系统改改 这就很简单了 美国有没有这个设计呢 俄罗斯强烈怀疑 因为你发射的系统 是一模一样的 但俄罗斯呢 确实自己也摘不清楚 因为你这个导弹 增加射程是很容易的 一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我认为 美国退出这个重导条 基本恐怕已经定型了 因为特朗普所说的 基本都退了 都退了 还没有不退的 对 而且呢 这个 美国啊 其实呢 这个退不退 或者坚守不坚守 对它没有意义 其实对美国来讲 这种距离的打击武器 巡航导弹 完全都够 对对不需要 因为本身 美国就在德国 在其他国家 部署于空军的部队 对对对 那些替代中导的一个导弹 多的是 多的是 很简单 其实500 中导是它是从500公里 到这个射程500公里 到5000公里 它是陆基的 它陆基的 空基的 海基的没有限制 对啊 对俄罗斯来讲 跑到地中海发射一下 或者在那个北约 任何一个国家 发射一下宣航导弹 它可以达到那个结果嘛 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所以美国 这个中导条约也没有 我们刚才讲 它是应该最好的 军控条约之一 但是它还有很多妥协 和漏洞 你比方说 它现在我们看到 中导条约 中导条约 什么叫中导条约呢 它限制的 只是陆基的 500公里 到5500公里 你看 500公里到1000公里 这个是短距离的 那么1000公里 到5500公里 这是这个中程距离的 对 87年之后 确实用了五六年时间 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 但是呢 双方都留了很多后门 你像这个战斧行航导弹 它现在基本上 没有这个陆基发射的 海上发射 但是海上发射 那么还有空射的 所以它绕开了这个条约 所以对它这个 中程导弹来说的话 没有太多的实际 我觉得 最大的一个这个好处 如果废掉 它部署的陆基的话 可能就是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 更合理一点 而且它可以固定的 一个地方 那么可以长期的看守 或者把这个导弹 瞄准某一个国家 比方说瞄准中国的 某些地方 它不用这个 来回调动潜艇 调动飞机 那一调动的话 可能需要很多这个费用 或者是需要这个 很多的这个保障 那它只要在这个地区 只要想用的话 2000公里 5000公里 它只要打的话可以 那么俄罗斯实际上 也在这个 留了很多猫腻 因为它发展的口径导弹 口径导弹实际上 就是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这个改进型 那么稍加改进 它也不放在陆地上 它就放在一个不到1000吨的 这个小炮艇上 把它发射 从离海的发射 打这个 1500公里奔袭之后 打这个 叙利亚境内目标 它也没有违法 这个条约 但是实际上 你把海上那个 炮艇那个平台移到陆地 就是在陆基的 再加上那个伊斯坎德尔 伊斯坎德尔如果量一下的话 按照这个俄罗斯的宣布 它是480公里 不到500公里 就是在这个500公里之内 如果量一下 部署在加利宁格勒 它完全可以购到这个柏林 购到德国首都 那这个德国 德国也比较着急 所以伊斯坎德尔 它还是一个这个匕首 就是高超音速 飞行器的一个改进型 所以它可以改进很多 从空中发射 它只不过是 这现在就是说 大家在陆地上 现在没有部署 那把这个条约废了之后 那把这些维尔 全部署在陆地上 其实它带来的问题呢 一个是呢 这个会产生一个核军备竞赛 因为呢 这个除了重岛之外 美俄之间 还有一个第三阶段 削减和限制 战略性进攻武器 这么一个条约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退出 那么那个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退出 那就带来世界性的 连锁反应了 连锁反应 对对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打破了一个战略平衡 现在呢 美国和北约 在欧洲这个地方呢 没有中岛 俄罗斯呢 民运上 在这个俄罗斯这个边界上 也没有中岛 基本上 在这种武器范围内的武器啊 市场范围内的武器啊 它是基本是平衡的 如果这个平衡打破以后 那好 各种新式的中岛武器 可能就会出来了 这个战略平衡呢 就会打破了 第三个呢 可能会带来 就像当年的古巴危机 那样的重大危机事件 因为你把你中岛望在一方 其实我搞不清楚 你是常规弹头啊 还是核武器啊 这个往往是通用的 只不过是弹头不一样 现在换弹头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就会带来一个地区 整个欧洲 甚至也包括亚洲地区的 安全形势的一个距离的动荡 刚才童老师也讲了 那废出这个中岛条约以后 美国完全也有它的理由 在亚太这个地方部署中岛 对它的一些竞争性的国家 带来一些威胁 这个威胁 谁也搞不清楚 你是核威胁 还是一个常规武器的威胁 也会带来整个世界安全形势的 一个距离的变化 对 是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腾老师其实提到 比如对中国的 构成的威胁吧 因为我记得就是当时美国 宣布说准备要退出中岛条约的时候 波尔顿 他的国家安全助理 马上跑到莫斯科 其实见到普京的时候 就是笑容满面的 当时波尔顿后来公开讲的说 这个退出中岛条约不是冲着 这个俄罗斯 而是冲着中国 现在中国的导弹现在很多了 非常多的导弹 所以我们中岛条约 推出出去后来 重新再谈 重新再谈 把中国拉进来谈判 实际上就是 要跟俄罗斯一起 把中国拉到谈判桌上 那这样的话 也对中国产生约束嘛 他认为说 这两个大国 过去三十年前 就开始捡中程导弹 和短程导弹 那中国反而是 在不断地增加 不断地生产 亏了 他实际上不是现代 就是讨论 中国要不要加入 美俄的军控裁军进程 因为从冷战结束以后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 美国官员 一直要提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 有核武器国家 作为一个能够 把这个核武器 投送到美国本土 投送到俄罗斯本土 这样一个国家 必须要加入到 整个一个军控裁军 他们进程 特别是核裁军进程当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 逻辑的误区 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发展的这种能力 是有限的 不像美国和俄罗斯 那么大的量 第二个呢 我们的手段也是有限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空射的 巡航导弹 中远程导弹 也是很少 所以不能跟两个 和大国来进行 这种一起走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实际上 戴着一种有色眼镜 来看中国 他为什么不叫英国 为什么不叫法国 他认为这些国家 没什么 没什么挑战性 对 所以他也是一种 一种意识形态方面 具体表现 就是要求中国来参与 但是我个人感觉 不管从能力 还是数量来讲的话 中国这点东西的话 还不至于 这个参与到 美俄的 这个核裁军谈判 而且我们是2008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 我们国家主席 胡锦涛 做过这样一个明确的承诺 关于核裁军的问题 他当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 所有的核武装国家 他用了一个 Nuclear Armistice 就是核武装国家 不是用核武器国家 因为按照这个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话 它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 什么叫核武器国家 就是武昌 就在1972年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生效之前 已经掌握了 或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叫Nuclear Weapon State 叫核武器国家 对 像印度 巴基斯坦 像现在的朝鲜 这些 它都不叫核武器国家 叫核武装国家 所以胡锦涛主席 在2008年的 联合国大会上讲了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 所有的核武装国家 都会加入这个 世界核裁军 这个核军控精通 就是前面有个条件 所以你现在叫中国 加入到美 国和俄罗斯这个 军控裁军谈判 这个裁核武器 裁军导弹 就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成熟 我觉得它必须有条件限制 所以就是 美国肯定是有这样的企图 俄罗斯角度上来讲的话 虽然它没有像美国 那么公开地说 但是有一段时间 我曾经听说过 就是几年之前 就是当中和俄关系 还没有变得 现在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俄罗斯方面也担心 就是这个 就像美国人讲的 说中国发展 这个中短程导弹 就对俄罗斯的威胁最大 因为这个那么近 就对美国没什么威胁 当然俄罗斯目前 讲了一下话 也不会可能跟中国 提出那么大的压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问题 中国是也还需要认真看待的吧 其实俄罗斯可能对这个问题 看得更清楚一点 因为他们两个国家 它是一个核恐怖的战略平衡 即使按照第三阶段 削减和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 他们到2022年 每家都有1550枚的核弹头 中国的核弹头比它要少多了 所以中国另辟其境 我发展我的常规的中短程的武器 这样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 我这些武器 只是对对方的机动的大型平台 对中国产生威胁的那些平台 起到一些限制的作用 不对其他国家 有毁灭性的打击的作用 这个后期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限制中国这种常规的 中短导弹的发展 中国逼得没有办法 也得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我也得要搞1500多米才行 否则我这个国家 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只有跟你们达到那种核战略平衡 我才能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 其实这一点我刚才讲了 俄罗斯看得很清楚 后来它不再强调 中国要限制这种中短武器的发展 这样的武器再多 它主要起到一个防卫性的作用 除了就是说对对方表示不满 比如说你违反了 他违反了 除了这个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 在后面在支撑 像美国 又是不是又要引起 跟俄罗斯的军备竞赛 然后要效法 把苏联解体的成功的经验 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图 确实军备竞赛 拖垮苏联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我曾经在《解放军报》 写过一个文章 当年还入了研究生 政治理论考试一个分析题 就分析这个 就是为什么美国利用军备控制 来拖垮对手 因为按照美国军控界的理论的话 什么叫军备控制裁军呢 就是要控制对方 发展自己 对 比如说我把你控制死了 但是我没有这个伤筋动骨的 这种这个损害 比方说这个《中导条约》 《中导条约》对美国来说的 没有太多的这个伤害 约束不大 约束不大 它这个空射的中短程导弹 这个潜射的 这个舰艇发射的 这个中短程导弹 它比比皆是 对吧 但是呢 它做出一种姿态 那么做出一种道义方面 这种这个优势 同时呢 又这个逼着 有关国家 比方说逼着这个苏联 在这个其他方面寻找 这个更大的这个投入 所以当时美国的 这个国会议员就讲了 我花了这个上万亿的 这个军备费用 把苏联投靠了 那么我们现在 就要拉中国 入伙 跟中国搞一场 这个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所以当时有这种 这个逻辑在里边 而且呢 这个是美国国会议员 公开地讲的 我相信中国不会那么傻 那么在整个一个 五个有核武器国家当中 中国的核武器 应该是最经济的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 应该说从理论上 没有部署的核武器 什么概念 就是说美国现在 比方说它现在 所谓的部署的 比方刚才这个 网络讲的 1550枚这个核弹头 它应该是在 这个两弹结合在一起的 随时一按按钮 发射出去了 我们可能就是分开的 我们要装上 要经过一番调整 才能发射 所以中国这种 是一种后发制人 打击的这种 核爆肤能力 它不是说我要 到处寻找目标 打击谁 美国确实想拉我们 进行核权谈判 一方面摸我们 摸清楚 你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采取的是这个 应该说咱们老祖宗 甚至告诉我们 能而是之不能 我握紧拳头 谁也不知道 你手里握什么东西 对 我们也是一种威慑 跟他那个 大量的大量的 把自己展示出来 一会儿这个B52过来 一会儿B1过来了 一会儿他这个 民兵山亮出来了 他是量太大了 我们就那么几块 就那么几个 完了以后 肯定不能跟他 跟他比保 不同重量级 对 重量拳击一手 跟那个刺青量级一打 那根本不是 不是一个档次的 是是是 美国想推出 这个中导条件 它主要的目标呢 尽管有针对中国的部分 恐怕主要是 针对俄罗斯的 主要针对俄罗斯的 而且呢 有可能下一步 美国在新加入 北约的这些国家 和没有加入北约的 亲近西方的这些国家 部署中断成导弹 这是对美国最有利的 因为现在在老的 这些北约国家 美国有的海空军基地 都有 已经有了 但是呢 西方认为呢 这个俄罗斯呢 对于那些 后来新加入北约的 那些国家 威胁挺大的 包括从多连体 这个分裂出来的一些国家 那么用这些国家 来制约俄罗斯 发展它的 常规兵力的海空军啊 根本就没法 和俄罗斯进行竞争去 用什么办法呢 其实用中短层导弹 卖给他们 或者部署在这些地方 那对俄罗斯的 制约和打击 那才是最大的 比部署在像德国 和其他国家的 海空军基地啊 那个对俄罗斯的打击 还要打 未必我部署5000公里的 我甚至部署几百公里的 在原独立体的国家 和新加入的 别的这些国家 那个导弹武器控制条约啊 规定是300公里 不能卖的 美国完全可以卖 300公里之内的这些导弹 卖给那些新加入的国家 用这些国家来制约俄罗斯 对美国来讲 既经济又划算 还有便捷 所以呢俄罗斯现在是非常恐怖 或者非常要防备的这一手 美国会不会走着这一步 对这些国家 出手导弹武器 短程的 它不用 远程的 它不需要 美国自己就有了 这样的话呢 既可以加强新加勒 这些国家 他们自身的安全 我不要派兵去了 对不对 又可以对俄罗斯本身 产生巨大的威胁 把俄罗斯的经历 更多地分配到 这些国家当中去 使俄罗斯固止失彼 应付不过来 哦 有这种险恶的用心 它其实我觉得 它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个攻防兼备的导弹体系 因为 比方在这个罗马尼亚 在波兰 它现在已经有这个导弹 这个防御体系 标准三呢 这些东西 它已经过来了 它如果再加上一个 进攻性的手段 另外呢 我觉得对于在一个 日本部署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在这个区域 美国确实也有 这种这个巡航手段 但是这个也中演成 打击手段 但是如果说真的 不定下来 那么日本现在已经有了 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 包括也讲了 它有够两套宙斯针系统 对中段拦截 还有萨德 在这个韩国 这个爱国者 在这个末端的拦截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如果说 真的退出这个条件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 要建立攻防兼备的 打弹体系 一边有这个盾 我有一个导弹防御盾牌 另外一边 我把我的这个毛 也放在盾牌的后边 我攻防兼备 我不怕你打 但是我随便 随时可以打你 所以这是美国的 我觉得如意算盘 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 不说那么的导弹 中段能够对着俄罗斯 俄罗斯难道不会反应吗 俄罗斯以过去俄罗斯的个性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不说 我就要这么打击你 我想俄罗斯也会做出一些新的 这种武器的平台研发 包括改进伊斯坎德尔 伊斯坎德尔确实让 欧洲国家 包括这个德国都感到头疼 但是毕竟呢 毫虎都不过一群狼 如果说真的从这个北边 波罗的沿海 一直到这个外高加索去 把这个陆基的中短程导弹 摆开 一线拉开 那真是一个导弹铁幕了 导弹铁幕了 那整个一个俄罗斯的东部的发达地区 包括莫斯科 包括这个圣彼得堡 全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部署之下 这个我觉得是对俄罗斯安全是致命的 所以俄罗斯现在还在想着 把这个条约维持下去 不单单是一个军控条约的问题 不单单是一个道理制高点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考虑 感谢观看